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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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漢高樂態接著記小教室 我是德昌漢高集團的業務代表Barry 相信各位都有跟我有一樣的經驗 在我們組裝螺絲的時候 使用高強度的螺絲膠 結果呢卻造成拆卸上面的困難 當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其他 建議的解決方式呢 首先我們建議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局部加熱你的組裝工件 因為加熱呢可以 碳化可以使固化的螺絲膠碳化 然後降低有效的降低拆卸的強度 所以我這邊呢準備了一個 相當簡單的小實驗 讓各位了解 加熱對於降低鬆脫強度的影響 首先呢我準備了兩組 相同的M12 鍍芯的碳鋼螺絲 那首先呢我們 在上面已經點上了我們的高強度的螺絲膠之後 經過48小時的完全固化 接著呢我們就要來拆卸來測量它的 送脫的強度 首先呢我們先來拆卸的是 在正常的情況沒有加熱的 這一組螺絲 它所需要的 送脫強度是多少 那首先 那我們拿出我們的扭力板手 首先先把它做歸領的動作 OK 之後呢我們來進行 拆卸 各位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的話 它需要的是 三十六點一牛頓米的 鬆脫強度 那接著呢 我們來進行測試的是 第二組 我們拿出的是相同的 這個M12的鍍芯螺絲 但是不同的是呢 我們接下來要來 對它進行加熱 加熱的工具呢 你可以使用瓦斯噴槍 熱風槍 或者是 吹風機等等 然後我們對於我們的這個做局部的加熱 那當然呢 加熱的溫度呢 跟時間呢 可以依照 你的工件 來做調整 那接著呢 我們將我們的扭力板手 歸零 之後呢 我們來進行拆卸 好 拆卸完的強度是 九牛頓 OK 所以呢 根據我們剛才所測試的 結果顯示呢 在沒有加熱的情況下呢 我們使用瓦斯噴槍 在我們的組裝的工件上面 僅僅加熱差不多5秒鐘的時間 它的鎖固強度呢 就能從原本的36牛頓米下降到9牛頓米 它所下降的比例呢 高達80%以上 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 在點膠之前呢 應該選擇 合適強度的螺絲膠 來避免你的螺絲拆卸困難的發生 那如果當問題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建議加熱是最直接的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當然如果你的工件沒有辦法進行局部加熱的話 打個電話進來給我們吧 我們有最專業的技術工程師 以及最完善的實驗室設備 可以為您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 同時提醒您可以加入 汉高樂泰的粉絲頁 幫我們按讚追蹤跟分享 然後你就可以定期的收到不一樣的接著劑的資訊 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